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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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特别详佳描述 但是在小说当中 陆小凤的轻功 可以抬上武林前三名 陆小凤朋友变天下 西门吹雪 老师和尚 沐道人 易孤城 李燕北 蛇王 司空摘星 竹亭 花满楼等都是他朋友 甚至连当朝皇帝 都将陆小凤视为之心好友 但最主要的还是花满楼 司空 摘星 西门吹雪三人 陆小凤脸上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有四条眉毛 人只有两条眉毛 而他为何有四条呢? 因为他嘴上的凉血胡须 修得和眉毛一样整体漂亮 可以算是他的另外两条眉毛 所以 武林人士都说陆小凤有四条眉毛 白玉老虎记书提及 陆小凤唯一传人为花满天 陆小凤系列小说中的人物 是古龙先生应其好友金庸先生之邀而作 陆小凤 明朝人 古龙陆小凤系列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绰号陆小鸡 陆三蛋 混蛋 笨蛋 雄光蛋等 一个有着四条眉毛的人 他生性风流 喜欢喝酒 欣赏美女 他重情义 但半生桃花不断 表面上对很多事都漫不经心 但却十分在意 他总能遇到十分稀奇的事 但总能逢凶化迹 古龙先生说 陆小凤是一个人 是一个绝对能令你有难忘怀的人 在他充满传奇性的一生中 也不知遇见过多少怪人和怪事 也许比 你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所听说过的都奇怪 他有很多朋友 他对友谊极为珍视 随时可以为朋友牺牲自己 他平凡 有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缺点 比如懒惰 但正是这样一种平易惊人的形象 才更为我们所接受 因为生活中 只有人 没有神 这是一个鲜活的 有血肉的人物形象 名字简单 爱他 也同样这么简单 得意五诀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溪一点通 身无彩凤双飞翼是说他的心功很高 心有灵溪一点通失指灵溪一指 说白了 就是无论对手是什么兵器 刀剑鞭毛 都能被他用右手食指和中指一下子夹住 再不能动 能与之媲美的武功 大概只有李寻花的小李飞刀 或是楚流香的轻功了 除了灵溪一指 他还有和司空摘星一般上下的轻功 有时还偷学以下叶孤城的天外飞仙 虽只是皮毛 但也足以御底 露小凤 翩翩翩忍中凤 老有九重天 纵无灵溪指 眉毛一看好 其名处流香 不逊叹花狼 情亦是无价 鲜花满江楼 吹雪风中立 摘星天下游 得又如此 此生何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讀可词